今天 Hello 大家好 今個星期很忙 今天是Gadget Live的第十三集 我今天是客串的 講完詩詩的題目 就沒有我拍的 有我的名字 上個早兩天 星期二的時候 我們第十二集 我們做了一個Sony耳機的開箱 給大家看 當時也有些讀者問了一些問題 因為經過兩天 我試用過 因應大家的問題 我想有些東西可以 跟各位分享 有個參考 Sony WF-1000X Mark III 昨天開始派貨 如果有些朋友 之前上網上 訂了貨 應該都開始 陸續可以拿到貨 聽聞那個 反應和 預訂的情況 都不錯 昨天有些朋友 上去專門店 去試過耳機 留言和 feedback 都說不錯 尤其是 比起第一代 分別 或者改善 好很多 我試了幾樣東西 首先 第一天 開箱那天 我還沒試過 就是打機 我試過用 iPhone 和Android 845 手機 打個遊戲 例如打吃雞 延期時間 很驚喜 幾乎沒有 很誇張 但實際上 真的沒有很厲害 相當驚喜 如果大家很關心 用無線耳機 去打機 這個耳機 如果我們試過 這麼多 無線耳機 這個 我估計 是最少的 這個 絕對 大家如果有機會 可以試 但如果你上去專門店 應該試不到打機 因為他好像沒有 裝遊戲 在遊戲上 但如果你自己賣了 你可以試試 打機的表現 這個可以作參考 至於 連線的表現 他這個耳機 就藍牙5.0 上次我們都說過 他在連線表現上 他這次很著重 亦很有信心 被第一代改善了 初步我們試了兩天 其實下個星期 我們會繼續試耳機 但初步試了兩天 在配合手機上 譬如我們配上iPhone X 真的沒有什麼 差線 但當我們配上 安喬 CMX1 這部電話 這部電話 就是 藍牙4.2 我們用來聽歌的時候 如果是一個寧靜 譬如我們在家 或者現在在辦公室 沒有什麼干擾的情況下 是沒有事的 聽歌還沒有聲音 但是 昨天我在 集團出來 如開圓道 發展公司 有一個寫風場 這是很差的時間 在街上行 因為這部電話是 藍牙4.2 不是藍牙4.2 不是藍牙4.2 左聲道 應該是主聲道 應該是主聲道 主耳機 但到右聲道 就開始刪 這個我懷疑 當電話原來是 藍牙4.2 電話做不到Dual Channel的藍牙傳輸 就會用回傳統的做法 先去主耳機 再去副耳機 在這種情況之下 副耳機是容易受到干擾的 是有的 這個 亦可以給大家作為參考 第三個問題 有讀者問 和Sanhancer這個耳機比較 Sanhancer這個貴的 即是佳價過兩次元 即是買給Sanhancer 即是買給Sanhancer 如果你說音質來說 都相差幾遠 是Sanhancer好一點的 原因就是 譬如那個音場 很明顯 Sanhancer的音場 是闊過Sanhancer 第二樣東西 就是那個音量的輸出 都比Sanhancer 都比Sanhancer 這個 都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暫時試了這件事 了解多些 可以賣點關子 下個星期一出版的PCM 會有個比較詳盡的測試報告 而我在下個星期 亦都會做一些跟進的報導 譬如在飛機上面的表演 或者是乘火車的交通表演 我會拍一些影片回來給大家看 好 耳機的部分 我分享到這裏 今天其實 阿聰我們都預備了很多題目 你見 有Apple Pay 是吧 又 原本我們遇過說Router 突然今天 硬插多兩樣東西 又八達通 又Switch Lite Switch Lite 我就稍後再說 因為我留給專家 我們說八達通 有沒有朋友熟八達通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 對 簡單說 因為可以說的資料 真的不多 自從Apple有Apple Pay之後 無論是在iPhone上面 或者是之後在Apple Watch上面 都可以用到Apple Pay之後 一直有很多人問 或者期待 或者每次八達通 有記招 記者都會問 什麼時候支持Apple 問了很多年 直至Samsung Pay都出賣了 有八達通 之後更多人問 什麼時候會有到Apple 今天八達通正式出了一個 很簡短的新聞稿 今年稍後 會有Apple Pay的八達通 可以用iPhone 或者是用Apple Watch 直接把八達通 保存在裝置裡面 直接可以用手機 或者電話 就可以做到八達通交易 信息這麼多 今年什麼時候呢 其實官方沒有說 就是今年的 他說是今年的 今年什麼時候 當然我們有些選擇 因為之前也有些網上報道 原來在iOS13的beta裡面 發現了一些指令提及到八達通 現在就去到beta3 應該有很多版本 到9月份推出 在之前beta2的時候 已經有人發現了 有八達通的指令 所以估計在做事 今天這樣的公佈 理論上也承認了 iOS13會支援到八達通 那什麼時候出呢 最快都9月了 我猜 因為你都要等iOS13正式公佈 放出街 可能都會是9月尾的事 甚至乎9月尾打後 你未到9月尾 其實都不會出現 希望是9月尾到今年 第四個Q 有機會用 詳情我們都有估計 為何會是今天公佈 不遲不早呢 我們有個估計 會不會是9月的今天 即今天是11號 9月11號會是 Apple發布新iPhone 或是新iOS13發布會的日子呢 Apple還未公佈 我們猜 有遲幾個消息 即是2個月前 可以公佈的時候 就開始說了 我推測了 但在iOS13支援八達通 而等iOS13升級出了之後 香港有機會用到八達通 應該都是差不多這時候 職務以待 或者大家等了很久 都應該 今天開心的 就這樣拍卡 因為其實自從iOS12之後 它放過信用卡 或者支付卡 去iOS的裝置 其實它有一個快速支付 即是有一張卡 你可以選擇做快速支付 好處就是 你不需要按兩下 出了Apple Pay 選一張卡去拍 你就這樣拍完就可以了 還有那個好處就是 當你的電話 如果沒有電 仍然是有一個stand by mode 可以拍到支付卡 你不用說 擔心電話沒有電 我便搭不到車回家 有一個buffer位 不是完全沒有事 但有一個buffer位 即是你不是用到駕駛也沒有 都可以搭到車的 這個可以在iOS設定 其實那個功能 iOS12已經有了 希望13就有更多的用途 但非接觸卡去搭地鐵 始終都會方便些 即是法外利用缺口 好 這個也我們去分享完了 我們先講一下 講路線 還是說 講路線 先講路線 講路線 那路線 我一點點開場白 因為我真的阿糙是專家 哈哈哈哈 不知道 其實大家在桌面上 會見到一個華石的路線 這個路線 就很新 新到華石 我們雜誌都未登 即是書都未登 這個測試報告 他應該剛剛賣了一個星期左右 這個路線 就外形上面 我們看 不是一些 華石 我想不是旗艦級的產品 應該是比較相宜經濟一點的 高階 高階 但就不是最貴 因為華石最貴的路線 可以到三四千元 不止 不止 我沒有買路線紀錄 不止 但是也有你看到 例如現在閃燈 也有RGB電競路線的效果 阿糙你可以介紹一下 好 那就 是的 這個除了樣子 可以多了一個RGB閃閃 有什麼特別 也有電競功能 RGB很明顯是一個電競路線 有些對於打機連續遊戲伺服器的加速功能 那怎樣去操作 操作 其實跟一般的路線都差不多 不如我們找一個熟打機的朋友一起來聊一下 好啊 我們看看遊戲的畫面 路線界面 在外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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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換了人 又有請Norman 我們的打機專家 還在這裡 是的 我們不知博物館就換了一個人 哈哈 我們說到打機網路線 其實還有一個打機人網路線最需要的是什麼呢 其實有一個很常見的家居題 大家會發覺家裡越來越多人會上網 包括大家家中的爸爸媽媽 有時候就算婆婆也會拿著一部iPad去幫忙播放 都是看影片的 現在問題裡面就是 大家可以在這裡取得你的網速 上網夠不夠快 其中現在有不少電競路線的功能 就是我可以控制某幾個器材可以拿多快 而令到我打機下載自己會有更高的速度 的確是 很多電競路線 重點就是你千萬不要被其他人拖慢你的速度 那我們有沒有這些功能 我們應該是按一下盤子 是的 好 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華碩RG的GT-AC2900這一部路線 這個就是它的電腦版的瀏覽器介面 都是Chrome路線打開 亦有手機APP 是的 那就先看看這個功能 好了 它有個Game Acceleration功能 其實它有很多電競的加速功能 都是在這個版面製造的 喔 看一看過 有人聊 有人問問 什麼時候會有WiFi 6RGB路線 WiFi 6RGB路線 其實一早都有 不過價錢就是 好像是五千多元 就是 找了先我們解讀 我們先解答這個讀者問題 對 解答 解答它這個路線的定位是什麼 我還是找回我的編文 就是 這裡 是五千多元的 這個就是AX11000萬1M的三頻的路線 電競路線 那時候就說好像八爪魚 對 好像八爪魚 有八支天線 沒有那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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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調轉擺 我試過 好像是一隻蜘蛛 不知道 正常都是這樣擺 這個最頂級的 那就是五千多元 那我們繼續說回我們今天的主角 好嗎 好 今天的主角就是這一部路線 這一部 對 對 對 定位是什麼呢 剛才也說了 還有第二部 五千多元的AX路線 其實這個 是AC版本 就是AC290 那算是 華碩三隻電競路線 比較入門級的 只是賣1699 如果老場應該大概是1650 左右 即是再便宜到幾十元 對 官方價是1699 對 老場應該是1650 左右 差不多 因為我們轉到電腦那邊 可能講功能上面 大家可能更多 對 那它的定位是什麼 其實電腦的樣子 就好像AC86U AC86U 就是平時最傳統的樣子 沒有那麼多電競功能 這個就更多電競功能 還有一個RGB的燈 還有一個分別就是 它的電腦位 第一個電腦是支援 可以加速 即是第一個電腦的電腦 最快傳輸 還有連接輸 主要是相差這幾樣 它跟86U的價錢 就相差四百多元左右 我覺得如果你打機的話 都算划算的 它這個遊戲探測類是什麼 我看它多有趣 遊戲探測類達 它就有很多隻遊戲 它會看哪一個伺服器 那個Ping是最低的 是的 它逐個逐個伺服器試 但是剛剛就有人問了一個問題 說跟RTAC 86U 是的 它的WiFi硬件規格 跟86U是一樣的 只不過軟件上它是多了 多一點電競功能 RGB燈和Link aggregation 即是兩個Port合成 兩個1GB合成做2GB 那你搏那些Duel LAN的NAS 底板會快些 主要差這幾樣 是的 但是硬件規格和WiFi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看它原來是遊戲功能 它這個真的怎樣 可以看回那隻遊戲 對 對 逐個伺服器 會看哪一個伺服器 比較低Ping 對 那 剛剛說到它有四個LANPort 其中一個LANPort 第一個LANPort 速度是會加快優先處理那個Port 再開這個 即是衰少少自己打機就最好 是的 即是如果不想爸爸媽媽 取消大家的流量 就衰少少割一條差的東西給它 不是 這些應用 這些是男生才會出現的問題 對 你自己打機那部機 不論是PS4 電腦什麼都好 你就插第一個Port 第一個Port是最快的 會優先 即是最上級的Priority 還有它也有一個R.O.G First 那這一個就是華碩R.O.G的底板Notebook 都會優先傳輸 明白 是的 其他牌子沒有 即是它都是喜歡自己華碩R.O.G的電競牌子 是的 然後還有Waterfast 這個其實很多華碩R.O.G都有跟Waterfast這個功能 這個我就說一下 其實這個是本身比較偏像一個VPN的 即是它可以給你連去第二個伺服器 可能當我可能要打一個日本遊戲 那你用香港伺服器連去一定會有拼數 那這個功能就是 可能你經日本的VPN直連 那你就會速度快一點 是的 對於連海外伺服器的遊戲比較有幫助 有人問多了一個問題 運AC88U和第一代華碩Gaming router分別 88U和華碩第一代 第一代你應該是指AC5300三頻那隻 就是有比較大一代華碩Gaming router 是的 就差都幾多樣東西 因為88U是雙頻的速度 AC3100 如果你是第一隻電競路線 整隻白走魚那個就是AC5300 那就是Duelband和Triband分別 加上那隻電競路線真的多些電競功能 如果你是88U就 電競功能比較少 如果只有Water Fast和Adaptive QS 主要是這樣 是的 那來Router那裏說得夠不夠 覺得夠沒有 都示範一下燈的效果 就是開箱文 開箱文就比較難示範的燈效果 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 這部Router的電競功能 可以上PCM的網站看我開箱 那裏就詳細介紹過很多的功能 可以拿一個桌面板在那裏 立即教燈的 是的 這個我覺得蠻有趣的 好像我們平時現在流行的 打機P和Mose 是的 全部都在那裏教的 那就 可能要展示一下這個Router 不是 剛才兩邊都出了那個 是的 是的 這樣 沒問題 可能當我們現在在這個網站 看到它的燈光效果 白街之眼 還有斜線的燈光 RGB其實都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剛才也有說過 5千多元的AX電競功能 其實那個電競功能 只有RG的標誌是會發光的 但是這個1千多元的標誌 它更多燈光 如果你很喜歡RGB的話 其實這個會值得玩 所以我作為一個男生的角度出發問 阿粗你覺得有RGB的標誌 會不會成為一個給別人買的動力 會不會 我覺得會 這樣說我怕被人圍慘 我覺得很想RGB 這是個人喜好 所以我會從男生的角度去問一位女生 到底會不會這樣買 我會覺得加分 的確我覺得它很漂亮 而且它有漸變色 你覺得呢 你會不會有RGB呢 因為我是一個家比較混亂的人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會放在一邊 所以就看不到燈 我之前在Facebook上有些人留言 其實Router都是藏在一二邊 為什麼要有燈 看你擺在哪裏 我真的把Router放在電視旁邊 真的發光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真的擺設 擺設 擺設 但人們都會藏在一起 真的看你的喜好 既然Router都說到差不多 我們不如轉去下一個話題 話說任天堂這個遊戲廠大家都認識 昨晚在下班時間 好死不死就突然公布了 這個Nintendo Switch Lite 我們要不要緊 幫手按一按條影片出來 對 那什麼是Nintendo Switch Lite 我們披著這條影片說 Nintendo Switch Lite 就是它之前一直相傳的 這個手提 這個低階版主機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Switch 賣價2000多元起 本身這部機有很多功能 但是2000多元價格 算是比較高 我這樣說 用手提機來算 那這部Switch Lite 就是一部只用手提的功能 手提的機 對 按一下 按一下 對 那大家看到 雖然我知道主持人 停在這裡很尷尬 哈哈 那它是一部只用手提的主機 那問題是什麼呢 那就是說 我們這個Switch Lite 定價是1490元 就是和原本的Switch 是真的欠萬多日圓 以及千多元港幣 但是換言之 其實它是會把一些 本身的功能廢除了 那很簡單來說 它是一部手提專用的主機 那換來就是 你的Switch是不能拔開兩對手提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這部主機 你有沒有事 沒有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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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這部機 不能拔開電話 就是會說 蛤 我平時買這部機 你也知道現在Switch 很多人都會帶出去玩 是啊 有些人甚至是 買了一個 充電器 帶出去 可能有一群朋友 在AMG打機 對 現在跟你說 我們只要出這部 手提 我們出這部 手提專用機 那就變了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變了好像一個 單機人用的 就是一個 單機玩家用的 一部機 是有些取捨的 我覺得 你看到其實 現在播放這部影片 是原本的Switch 你會經常帶出去 有時會拿出去玩 但今次這一部 你就會 定位比較尷尬 其實很兩看的 我問阿操 你自己可以選擇 你會買哪部 這樣說 就是買貴一點 對 因為 他這部影片很尷尬 他經常都拿兩部機 對在一起 但你沒有可能 你預期 你通常都是預期 不如拆手掣 跟Fender 對 都好過 你自己拿著一部機 對 我看電話是有些尷尬 不過總會有他的客群 是不是 螢幕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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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吋 螢幕小一點 螢幕小一點 他在很多功能上 做出了一些下調 令這部機的格價比較低 但其實有一件事 值得說 就是 我們平時玩Switch 其實他本身的續航力 都比較低 平均可能是兩至三 你開到恨打 如果你有時說 我打到一半沒有電 其實這個是本身的機種缺陷 那些人現在就猜 因為說這部機 其實他換了晶片 換了某些組件 我們猜到底 他會不會在續航性方面 比較高一點 因為他沒有了一些功能 而令到部機 可能在某一些性能上 會有好處 那如果到時出來 如果這部機 真的可能打到五至六個小時 可能對我這些 有時會 拿著部機 搭車的人來看 是有好處的 因為我屯門上官堂 每天來回都兩三個小時 車 其實我會多了說 我終於可以由頭到尾都可以 保持著打機 我覺得這個是好的 但當然要看到時出來 是不是真的會有這些性能提升 那舊電會不會小一點 這個就是暫時還沒說 因為他沒有了很多東西 而出了這部新機 那從大眾客群來看 他是不受歡迎的 不過你是說 可能我家平時沒有想著 都沒有想著分部機和別人打 都是想著我自己一個打單機機 其實這部機是值得的 對 那就好亮看 兩部機對大家 需不需要兩部機都有遊戲卡 那就要看回本身有些遊戲支援 即是你說MarioCar那類遊戲 其實它是可以支援一隻遊戲 share 給兩部機玩的 到時都要看回自己的遊戲 還有人問 這個就是說 如果有些遊戲本身要用手制體感 好像那些 一開始推出有一個叫One-Two-Switch 那隻就要用到不少手制功能 那隻原來是可以說 這部Switch Lite 其實是可以配合舊手制的 是的 即是你在某些情況下 你當然不介意 你可以兩個人拿著Switch來玩MarioCar 好 電量版多大版30分鐘左右 好 多謝有讀者幫忙解答一下 我覺得也有些著述 30分鐘也好 其實 解答之前有個讀者 講過Google Mesh的Roundtai 和你比較 其實華碩都支援Mesh Wi-Fi 只要你買AC67UB B1或者2上型號 就可以組成一個Mesh網絡 其實 是的 對了 Switch Lite 就會在9月初賣 不如我們開 等一等 我這邊開一開官網 和大家看看 因為它昨天任天堂 突然間 飛了出來 真的沒有人跟得上 等一等 很突然 整件事 我想開香港的官網 Nintendo.com.hk 好 slash hardware slash switch 哈哈 背了 剛才背了我的網 對嗎 Nintendo.com.hk 在這裡開 slash hardware 不是 我就在這個官網 應該可以看到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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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以後爸爸有點慢 這個位置可能要第一等 當然不介意 可能轉一轉個頻道 對著我們 是的 那阿操你自己覺得 這部機器怎樣呢 即是你 還可以的 不不 便宜 千兩分 三個 三個 它有三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挺有趣 它有三個顏色 因為本身Switch 它就可以 可以轉過來 可能本身Switch 它因為只有灰色 因為一開始出是灰色的 那它唯一 一開始用來區別這部機的顏色 是拿手掣 一開始的人是追手掣 一開始是說 這部機器剛剛出 有左邊紅右邊藍 右邊藍左邊紅 那不是再買一部 每個都說要追齊一套 它買多一部 這次就有一點 這次是直接的 這部機器的顏色是有不同的 一開始手掣就有三個顏色 有這隻灰色 有一隻黃色 還有一隻應該是薄荷綠 據它所說 薄荷綠多漂亮 是 還有一部Pokemon特別版的 不過問題是 Pokemon我希望會在大電視上打 所以我是不會 我很喜歡Pokemon 但是你說我會不會因為Pokemon 去追捕新機呢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尷尬 這個就是Pokemon 這個是Pokemon特別版 其實是灰色版的 它是後面多了一些紋 這部機器會在9月出 售價就會是1490元 說實話 其實已經是跌到那時3DS的價錢 換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取 因為你想想 那時候我買一部PSP 買一部PSVita 我近一點 買一部PSVita 買一部3DS 都是1400元 那你現在說 我這部沒有得搏TV 沒有得插手鍵的Switch 都是買這個價錢 其實它是不算特別貴的了 已經 嗯 但是沒得搏大電視玩了 好像 有一點點可惜 就是差點 如果你家裡打都沒有 真的像我剛才那一句 它這部是針對某部份的客群 從大眾的看起來 它可能需要性比較低 但你可能說的是我這些 平時一個人打開機 沒有什麼朋友 不會帶出去打的 當然是有著數的 那我們 是不是應該說到差不多了 今天真的太多題目 因為題目比較多一點 我們今天Gadget Live 第十三集 差不多到這裡就完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 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今天Gadget Live 就到這裡 請大家留意一下PCM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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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